哈喽哈喽,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苏耶老师 各位小朋友 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这一本绘本是 听说小猪变地瓜了 咦,什么是地瓜呢? 登登登登 大家来看一看,这就是地瓜了 这是苏耶老师种的地瓜哦 地瓜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一带 通常被称为番薯 是不是很可爱的地瓜呢? 还有一个,这个超可爱的 这个有没有和大野狼手上拿着的 烤地瓜很像呢? 你们知道吗?地瓜的外皮及果肉的颜色 会因为品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哦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本绘本吧 听说小猪变地瓜了 小猪变地瓜 我说要换我手上的饭团 我说好 结果,大野狗不但没有把烤地瓜 他还把烤地瓜给我 他还按一口把我的饭团吃掉了 临走前,他还跟我说拜拜呢 他真的好过分哦 小老鼠听了,也觉得大野狼好过分哦 小老鼠会去找谁 小老鼠会去找谁来帮忙呢 没多久,小老鼠遇见了 小老鼠遇见了小白兔 小老鼠对小白兔说 啊,小白兔 遇见你真是太好了 啊,就是那个大野狼 他拿着烤地瓜 说要和小猪交换饭团 他们交换了以后 大野狼不但把小猪的饭团 嗯,吃掉了 他还抢走了小猪的烤地瓜呢 临走前,他还跟小猪说拜拜 大野狼真的太过分了 这样啊,小老鼠你等一下 我去找人来帮忙 小白兔说完,咻一声 飞快地跑开了 小白兔会找谁来帮忙呢 过了没多久 小白兔遇见了 小白兔遇见了小猴子 啊,小猴子 小猴子我跟你说不得了啦 就是那个大野狼 他把小猪变成了饭团 然后,哦,吃掉了 吃完了以后 他又叮 变出了一个烤地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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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好,好,小白兔 你等一下,我去找人来帮忙 小猴子 小猴子变成大野狼 然后,他把饭团吃了 把饭团吃了后 他又变成了烤地瓜 啊,真的吗 那可真是不得了啦 小猴子,小猴子 小猴子,小猴子,你等一下 我去找人来帮忙 小狸猫说完 咻一声 飞快地跑开啦 小狸猫会去找谁来帮忙呢 过了没多久 小狸猫遇见了 小狸猫遇见了大象 他对大象说 哦,大象 大象不得了啦 我跟你说 那个小猪 他把饭团 他把饭团变成了大野狼 然后 然后 嗯 嗯嗯嗯 吃掉了 最后 他又把自己变成了烤地瓜 你说怎么办呢 大象 哦,真的吗 好,包在我身上 大象 大象答应去解决这件事情 大象跑去找小猪 刚好遇到大野狼 正要吃烤地瓜 哦,不可以 你不可以把小猪吃掉啊 大野狼 大野狼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象从大野狼手上 抢走了烤地瓜 对着烤地瓜说 现在 我带我带你回家吧 可怜的小猪 可怜的小猪 为什么小猪会变成烤地瓜呢 可怜的小猪 大象 大象一边说 一脸糊涂的大野狼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大象 大象正要把烤地瓜 送回小猪的家 怎么知道 他在小猪的家门口 遇见了小猪 哦,小猪 怎么会是你呢 你怎么会在这边呢 哦,大象 怎么会是你呢 你怎么会在这边呢 你的手上 怎么拿着烤地瓜呢 小猪 对小老鼠的讲述 让我们知道 事情的经过 为了帮助 被大野狼欺负的小猪 小猪 小老鼠找到了小白兔 小白兔遇见了小猴子 小猴子把吉利棒 传给小狸猫 最后 任务落到了大象身上 有趣的是 每经过一次口传 小猪被大野狼欺负的故事 就会或多或少 发生点变化 传到最后 已经离开世界的真相 十万八千里了 小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 一句简单的话 经过五六次的传递 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最后反归回来的话 往往让大家意想不到 有时候 谣言就是这样开始的吧 故事讲完了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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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